為何富二代這麼有錢都還要創業 為甚麼呢 其實富二代去創業是否真的因為他有很多錢去創業 首先我們要考慮這個第一個點 為何家族要創業 家族要創業的時候其實是因為他們面臨死亡 而不是因為他很有錢 一定很有錢去創業 去做自己的事 有很多時候因為被迫有一些新興市場的東西 或者是技術的破壞 所以令到二代要創業去創業 去增加家族企業 當他成功做這件事 把主業的重複 你的增長又會變得越來越大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個個案 如果一個很有錢的甚麼都不用做的人 他去創業 其實你可以有很多理由的 你可以付出一個社會的影響 你可以因為他想有某些成績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都很難解答 因為是一個很個案子 但是我想說的 你聽到很有錢去再創業這些東西 所以你可能是真的加了企業裡面這個realm the space is only probably 10-20% 大部分創業派 for crisis management and for de-risking their business 第一個就是 de-risk的一個方案 我de-risk了一盤生意 so that I can continue 我可以increase the longevity of你的生意 第二就是crisis management crisis management 就是衰落的時候 我一定要找方式 找方法去怎樣救回生意 而以去increase the longevity 所以雖然一個企業的lifespan 我們計算到是24年 但是through transgener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你可以延續到延伸到一個企業的lifespan 從來自成立的 總共有一個企業 好溝通 總共有一個生意 對 雖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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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